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他发现自己的工厂竟然成了那些犹太员工暴风雨里面 庇佑他们的一只小舟 从此之后 辛德勒就一发不可收拾 不惜倾家荡产 挽救了1200名犹太人的生命 在1945年5月7日 当所有人都摒弃宁神 聆听着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德国人要投降了 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 辛德勒工厂里的员工们听到这些消息都非常的激动 唯有辛德勒有些沉默 因为他知道过了今晚 他就要开始他的逃亡生活了 工人把一枚戒指送到了辛德勒面前 戒指上面刻着一句希伯来经文 翻译成中文就是 救人一命等于救全世界 在所有工人的注视下 辛德勒缓缓地将戒指套在了自己的手上 然后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坐汽车 开始了逃亡的生涯 晚年的辛德勒生活有一些悲惨 生意失败的他只能依靠那些他曾经救助过的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们的阶级来过活 在动荡的环境中 人性也许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像辛德勒一样 在黑暗中 像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一缕阳光的人绝对不止他一个 1988年 英国格雷特·温顿太太在自家的阁楼里面整理旧物 这个时候一个落满灰尘的旧箱子映入他的眼帘 这个箱子是丈夫在二传之后带回家来的 那丈夫之后就很少再打开这个箱子 也从来没有提及箱子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 那温顿太太打开箱子之后就看到一个个已经发黄的简介布 她打开简介布翻阅 纳粹 杰克斯洛伐克 集中营 这些非常刺眼的字眼映入她的眼帘 她不禁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说我的丈夫和我同床共整了几十年的人 竟然是一个德国纳粹分子 那温顿太太接着又往下翻 她读到一封信 信上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温顿先生 我一直有想跟你写一百封信的计划 我尤装感谢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所做出的事情 这信看起来应该是一封感谢信 所以丈夫应该是不会对那些犹太人做出来一些不好的事情 那温顿太太就拿这个记事簿找到了自己的丈夫 去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丈夫所说的话也揭开了深藏了半个世纪的一个秘密 尼古拉斯温顿出生于1909年 她的祖父母是德国犹太人 后来搬到了英国伦敦来居住 那温顿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从小温顿就跟着父母一起信仰基督教 也受到了基督教洗礼 在1931年22岁的温顿获得了银行业的从业执照之后 就开始在英国伦敦的一家股票交易所里面做股票经纪人 她的业余爱好是滑雪 在1938年的一天 这一天温顿本来计划好要去滑雪度假的 这个时候她一个叫做马丁布莱克的朋友一通电话 打乱了她的计划 当时马丁正在杰克斯洛伐克帮助那些难民撤离 在电话中马丁跟温顿交代说赶紧过来吧 滑雪板就不用带了 到得了布莱格之会 温顿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难民营 探望那些难民 当时天气非常的寒冷 白雪矮 几万名刚从被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离出来的难民 就挤在这个阴云笼罩的布莱格城市里 很多犹太人的父母都知道自己难逃厄运 但是还仍然是抱最后一次希望 想拼尽全力把自己的孩子送走 在难民营里面 时不时都会听到那些难过痛苦和悲伤的哭泣声 这个时候温顿就决定她要帮助这些难民 在1938年的9月 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慕尼黑协定回到伦敦的时候 他当即就宣布他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 当时在希特勒掌控下的德国已经露出了向整个欧洲扩张的端倪 那英法两国的首脑 为了避免战事殃及自己 就与希特勒签订了协议 说同意把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归入德国纳粹 这就是所谓的慕尼黑协定 而签署这份协定的除了英法两国还有意大利 但是令人可笑的是 这份协定签署的时候并没有征得杰克斯洛伐克的同意 温顿他们一行人的救援计划比想象中更难接行 他们曾经向多个国家求助 但这些国家都坐视不理 温顿甚至还亲自向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过信 但是也遭到了拒绝 最终只有英国向他们伸出了援手 1938年底 英国发动了一个叫做儿童救援的计划 允许让17岁以下的犹太儿童 获得英国的入境许客来英国生活 但是前提条件是 这些入境儿童一定要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 而这些家庭也愿意承担这些儿童的一些生活和教育的费用 因为政府是肯定不会为这笔费用来买单的 但是即使出了这样一项计划 英国当时政府的相关机构 办事效率非常的低 再加上当时布拉格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这个时候温顿决定不再依靠政府 要自己一个人铤而走险 他回到英国之后 制作了一个个写有犹太儿童个人信息的卡片 开始一个个的落实寄养家庭 但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竟然有很多好心的人家都同意收养 但是即使找到了收养家庭还远远不够 想要来到英国就需要英国的入境许可 由于英国和杰克斯洛伐克两国繁琐的文件审批手续 孩子们英国入境的文件迟迟不到 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 眼看德军就要攻入布拉格了 无奈之下 温顿开始伪造这些入境文件 为了打点当地的官员和纳粹的管理层 温顿甚至不惜交出巨额的贿赂金 终于在1939年3月14日 两名志愿者在布拉格组织犹太儿童离开 温顿在英国接引 第一列火车悄悄地从布拉格出发 当时被送出的犹太孩子们脖子上都挂着 表明自己身份的号码牌 那父母呢在车站和孩子们做最后的告别 有一些七八岁的孩子们当时已经济世了 但是还是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父母要把自己给送走 有一些孩子很可爱的甚至发下了毒誓 说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听父母的话 一定会好好吃蔬菜 但是他们不知道 即使他们这样说了 父母还是依旧会把他们送上列车 临行前父母交代孩子们 到了之后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 一切都会好起来 在1939年3月到8月之间 巴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了地狱 但是在9月1号出发的那一列 载着250名犹太儿童的火车 却没能跑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 凌晨4点40分 德军入侵波兰 列车在边境被拦架 直接改道去了集中营的毒气室 温顿回忆说 那天在英国250个家庭 焦急地等待 等来的确实是失望 他说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 也许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这么多年以来 温顿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欲怀 活在深深的自责和内疚当中 这也许也是为什么 他不愿意向人提起这件事的一个原因 二战爆发之后 温顿收起了那些贴友 被他救助过的犹太儿童信息的简贴簿 加入了英国的皇家空军 那战争结束之后呢 温顿一边在银行工作 一边还参与了国际的难民救援活动 还协助修建了很多养老院 如今曾经被温顿救在了669名犹太儿童 早已长大成人 他们有一些人在英国安家之夜 他们有一些人就去到其他的国家 甚至有一些人做了爷爷奶奶 如今保守估计 有6000多个生命 是来自这669个 曾经被温顿救下的犹太儿童 1988年 BBC电视台的一名记者 无意中得知了温顿的事迹 他在和温顿的太太商量之下 就把温顿这位老英雄 请进了演播室 那节目中 记者在一页一页的翻过 纸张已经破旧发黄的剪贴簿 念着当时英国政府 不愿意再接受 更多犹太难民的信函 这个时候 主持人的目光 突然停留在了一份 获救的孩子的名单上 读出了当时 一个被救助的孩子的名称 说道 维拉迪亚曼特 温顿先生就坐在你的旁边 时间好像突然静止了两秒钟 维拉伸出双手 拥抱了旁边的温顿先生 说道 谢谢 谢谢 这个时候主持人又问道 现场还有被温顿先生 救助过的孩子吗 让温顿感到意外的是 身后的观众 一排接着一排 骑刷刷地站起来 老英雄又缓缓站起身来 向当年被自己抱上火车的孩子们 点头至尽 回过身去 用双手擦去了 夺矿而出的泪水 在媒体的帮助下 更多被温顿救助过的孩子们 纷纷赶到英国来和他见面 那个在这动荡的年代 被匆匆送走的孩子们 如今才知道 是温顿给了他们 重生和自由的机会 2015年 这位被称作是 英国辛德勒的尼古拉斯·温顿 因为呼吸系统衰竭而逝世 享年106岁 但是在那个年代 救助犹太人的世纪中 绝对不止 只有温顿和辛德勒两位英雄 1938年3月 德金竣工奥地利 同年5月 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 被调为 中国驻维也纳领事馆 曾经留学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 湖南及河凤山 被任命为总领事 水晶之夜之后 大量的犹太人 被抓进集中营 对于他们来说 离开欧洲 可能是唯一的活路了 但是想要离开欧洲 就需要外国的签证 于是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开始奔走于 各国的领事馆和大使馆之间 为的就是获得那一纸生命签证 1938年7月的 国际难民会议上 美国、加拿大、爱尔兰、新西兰、澳大利亚 等32个国家 全部都拒绝接收犹太人难民 只有河凤山 他不顾上次的反对 在1938年到1940年之间 向犹太人发放了2000多封生命签证 这些人他们的一生 也许经历了20世纪最黑暗的时期 但是他们并没有迷失 反而用自己的光芒 照亮了他人 奥斯卡王尔德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都在阴沟里 但仍然有人仰望星空 即使是在最最黑暗的地方 也总有人灿若星辰 就如同月黑之夜的最后一道曙光 闪耀着人性的光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